政府入品要求撤销四个立法会议员资格加诉讼 高等法院开庭进行指示灵讯 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律政司司长 月初入品高等法院提交全票和司法复合申请 挑战刘小丽、罗冠聪、姚崇严和梁国洪假议员资格 姚崇严由资深大律师余若未代表 另外三人就没有代表律师 而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和莫树联 代表政府一方 入品状说四人在第一次宣誓的时候 不符合《基本法》的宣制要求 要求法庭宣布四人以职员空 并发出禁制令 禁止他们以议员的身份行事 另外成大专业进修学院学生莫家杰 早前就刘小丽议员资格提出的司法覆核 将会和政府案件一并处理 但他并没有到庭 也没有代表律师 美国联储局加息四分一例 处理财政司司长陈嘉强说 如果适口趋势向上 对本港楼价有影响 销委会抽检100款市面出售鸡肉产品 发现超过六成样本 含耐药腸缸菌科细菌 测试样本有鲜载活鸡 以汤身鲜鸡 冰鲜鸡 急冻鸡等 测试是否含有耐药细菌 超广普 月内 鲜安梅 五少委会发现 本地和内地鸡肉样本 含耐药细菌的比例 比欧美样本高 其中本地样本九成六都含菌 内地样本有七成九 五少委会就引述研究 说有两至五成病人感染的耐药细菌 可能离自鸡肉 建议市民彻底煮熟先食 新闻提要报道完 新闻